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参访 然后县长也带领我们四张画人的光荣哦 今天跟我们县意会一起来参访我们的蘑菇部落 那从这个生产的太空包 那一直到产物出来 那配合它整体的一个这个休闲观光农场 不同等级的一个开发 包括到现在的这个从我们吃得到的香菇饼 那它的银额等等的影迹 那一直到最高端的我们的化妆品等等 那可以说在在的显示我们产业的一个这个实力 我想也是我们彰化之光 那我们呢今天议员们 我相信到这边来看了之后 可以发现到彰化的这个 休闲观光产业是非常有发展性的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人投入我们的这个 服务业一起为彰化这块土地努力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王县长 还有我们县议会带着这个县议员伙伴来这个蘑菇部落来参访 那彰化县的这个农业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的顶尖卓越的 那我们作为彰化县的农业的这个前辈 我们也希望说持续在菇迅产业来做一个努力跟示范 那也能够做一个中芯厂 那未来能够有更多的轻农进来这个菇类的生产的体系 那由中芯厂再带着卫星工厂 立足台湾市场 最重要的是能够把东西卖到附近的国家 拓展全世界的其他市场 迅优生物科技农场投入菇迅生产4.0关键技术开发 成为台湾农业生产力4.0的新典范 并设立蘑菇部落 以推广亲子休闲 生态旅游和乐活美食为目标 民众在充满惊奇的蘑菇部落里 在专业导览员的带领下 一窥迅优科技菇类生产库房 并体验DIY种菇的乐趣 因而成为彰化县著名的观光景点 王县长邀请乡亲好朋友 支持在地农业 在地农民 多多选购彰化最优质的迅菇 让彰化县的农产业有更好的发展 工艺频道许维珍 普新采访报导